大家好,我是小杰 前两期我们介绍了近年颇为流行的替代燃料RDF和SRF 这期我们将简单介绍下建设一个SRF制备工厂有哪些具体要求 SRF制备工厂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原料种类 原料收运半径、收运量、可用的规模、转运能力、服务半径等因素 可以考虑多条生产线并连设计 单线最大处理能力取决于原料产量的波动情况 如若不确定亦取设计处理能力的1.2倍 工厂在竣工环保验收通过三年内 必须获得质量、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等相关管理体系的认证 SRF制备工厂主要功能单元有原料储存库、制备单元、产品储存库等 配套污染防治系统、生产控制系统、电器系统等 其中原料储存库总有效容积可根据制备工厂生产能力 进行确定 应满足防潮、防雨、防晒要求 配置消防安全措施 具有混料和输送料设备 制备单元的工序包括上料、给料、破碎、筛分、分选、除铁、光电分选、辅料添加、成型、污染控制等 可以根据原料、运输范围、服务半径等因素设计相匹配的单一或者组合型制备工序 产品储存库总有效容积 应根据制备工厂原料储存能力、运输能力及终端需求等情况进行确定 且应根据产品规格的不同而进行分类储存 此外,SRF制备工厂在运行之前应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以应对各种可能突发的事件将损失或损坏最小化 并对工厂所有人员进行不同岗位的专业培训 建立设备台帐管理制度 使人机完美配合,实现利益最大化 关于替代燃料的知识 您还有哪些疑问可以留言或者来电咨询 小杰会尽心为您解答